有民眾把朋友發文 說在沙龍工作時被客人騷擾 到派出所報案 結果反被警察 亂加電話號碼求認識 還傳簡訊給他 自成是某派出所的誠信原警 同事跟我說 你在轄內工作 年齡相近想介紹看看 如果不介意的話 可以交個朋友 如果打擾你了很抱歉 文章一出引發熱議 真的很誇張 好可怕直接投訴 好詐啊 警察是人民的保姆啊 怎麼會這樣呢 公家的身份去打散人家 很傻眼 碰問女子 在台北市大安區的沙龍員工 控訴好朋友 接連遭到客人跟警方的騷擾 同樣的傷害必須承受兩次 而警方的這行為 恐怕也已經出發 有員警將被害人的個資 泄露給其他員警 其他員警在距離聯絡被害人 那如果有這樣的情勢發生 可能會觸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那可能會受到刑事上的處分 過去在台北市市令分局 曾有員警記下包容的電話 除了聊天還傳不雅影片給對方 遭到分局懲處 這回又有分局的員警 一聲是吧 本來為了保護 自己尋求警方的協助 各自卻遭到濫用 要讓人民怎麼再信任警方 記者王之文 杜宇軒 台北報導 請問請問